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里都遵奉儒学,并以儒家帝国的形态存续。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儒学留下的深刻影响。 比如,我们提倡敬重师长,尊崇通过学识来选拔人才。 那么,搞清楚儒学、儒生如何登上历史舞台并主宰国家政治, 就能明白中国的底层逻辑和文化机运是怎么构建的。 儒学的崇高地位是怎么来的? 历史课本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甚至有点简单的答案。 西汉时期,汉武帝在董仲书的建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数。 这似乎是个基本常识。 但今天这本书带来一个全新的答案。 正式介绍这个答案之前,先来介绍一下作者蔡亮。 她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现任圣母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主要做秦汉帝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她在研究方法上有个特色,特别注重通过数字化手段来重构史料。 正因为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围绕儒生群体如何崛起这个话题, 一重又一重谜团被解开。 经典的老问题,浮现出新答案。 正如这本书的题目《乌骨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作者发现,汉武帝晚年的《乌骨之祸》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 正是在这场斗争的政治与波中,儒生群体才获得崛起的机会。 他们逐渐控制了王朝的官僚系统和知识系统, 为此后几个世纪的中国政治化语定下基调。 另外,我们今天之所以认为汉武帝早年就重用儒生, 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如林列传讲了一个假的故事, 但这不是因为他信息掌握不足,而是司马迁有意为之的。 下面,我们依次揭开这三个谜团。 第一,与儒生崛起紧密相关的乌骨之祸是怎么回事? 背后推手是谁? 第二,儒生到底是一群什么人? 他们是怎么建立儒生帝国的? 第三,司马迁为什么要讲一个假的故事?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乌骨。 乌,就是乌师的意思,在古代特指女性乌师。 古是一个虫字,再加一个敏字。 古人相信,把不同的毒虫放在容器里,可以研制出剧毒。 后来,古也可以只让人生病死亡的毒气或恶灵。 总之,乌骨就是引导邪灵害人的方术。 从春秋开始,官方就对乌骨之术严加控制。 那乌骨之祸是怎么回事呢? 汉武帝共在位54年, 乌骨之祸发生在他当皇帝的第50个年头。 这时的汉武帝已经粘过花甲,身缠重病。 一次,汉武帝听说, 丞相的家人竟然使用乌骨诅咒他, 于是下令诛灭了丞相全族。 这件事只是乌骨之祸的序幕。 半年后,又有人给汉武帝吹风, 说他身染重病确实是因为有人暗地里使用了乌术。 于是,汉武帝就派人查办这件事情。 查来查去, 矛头一步步指向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以及太子刘具。 刘具反过来杀了挑事的人。 汉武帝以为太子反了, 发兵评判。 结果死了几万人, 其中就包括皇后和太子。 不到一年, 乌骨谣言又起, 于是汉武帝再次大开杀戒。 只不过, 这次杀的, 是当初帮汉武帝镇压太子叛乱的那帮人。 这还没完,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朝中高级官员, 几乎所有人都跟乌骨扯上关系。 有名望, 有权势的家族陆陆续续都被杀光了。 乌骨之祸是怎么收场的? 太子留居死后, 汉武帝把年仅八岁的小儿子立为太子, 这就是未来的汉昭帝。 由于太子年幼, 汉武帝提拔了一位叫霍光的大臣, 让他将来辅佐小皇帝。 不久之后, 汉武帝就过世了。 乌骨之祸的大致情况说完了。 请你思考一个问题, 这场给帝国上层带来腥风血雨的政变, 幕后推手是谁呢? 我们试着推测一下。 乌骨之祸发生时, 汉武帝已经在位五十多年, 疾病缠身。 而太子三十多岁, 风华正茂, 只需要再等上几年, 武帝过世, 他就能顺理成章的继位。 但就在这时, 竟然有人陷害他。 所以, 乌骨之祸的推手 很可能就是陷害太子的那帮人, 以及后来奉命诛杀太子的臣僚们。 但奇怪的是, 没过多久, 这些人就遭到举报。 很快, 他们也被处死了, 根本没有捞到好处。 那谁是这场政治斗争的最大受益者呢? 这个人是霍光。 看一下后来的历史, 汉武帝去世后, 霍光担任辅政大臣, 此后牢牢掌握朝局长达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 先后有过三位皇帝, 霍光不仅当了三任辅政大臣, 还直接参与了两位皇帝的挑选工作。 汉昭帝幼年即位, 大二十多岁就去世了, 没有儿子。 于是, 霍光拥立了一位新皇帝, 但新皇帝干了二十七天, 霍光就把他给废了。 后来, 霍光又拥立了一位皇帝, 他继续当辅政大臣, 直到去世。 这样看来, 霍光的嫌疑非常大。 不过, 仔细分析的话, 这个猜测疑点也不少。 首先, 霍光最初并不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权臣, 他长期在皇帝的内庭做官, 负责打理皇帝的日常起居。 霍光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谨小慎微。 相传霍光二十多年没犯过一次错, 可见他谨慎到什么程度。 正因为这样, 汉武帝一直把他留在身边。 不过, 汉武帝也没有重用他的意思。 官倒是给他生过几次, 但都是些没有具体行政职务的次要官职。 就算霍光有心扳倒一批重臣, 然后自己顶上来。 但那么多达官显贵排在前面, 哪能轮到他当辅政大臣呢? 再说, 就算霍光想出非常缜密的作案计划, 打算一点一点除掉面前的拦路虎, 他也不应该首先把矛头对准太子刘具 以及皇后魏子夫。 因为, 霍光有个同父异母兄弟, 叫霍去病, 霍去病的姨妈就是皇后魏子夫。 尽管霍去病, 魏子夫跟霍光很少走动, 但真要追究起来, 血脉相连, 霍光是逃不掉的。 退一步说, 半君如半虎, 霍光陪了汉武帝几十年, 很清楚武帝对巫谷很敏感, 霍光怎么敢引火烧身呢? 这实在不符合他的性格。 你看, 霍光也不太像是巫谷之祸的幕后黑手。 如果说真有一位人物掌握着整个事件的走向, 那似乎只能是汉武帝本人了。 古代帝王有件特别忌讳的事情, 这就是太子等不及老皇帝自然过世, 就想一些阴招让老皇帝快点走。 皇帝要是知道了, 轻则废掉太子, 重则砍头。 从这个角度分析, 巫谷之祸好像就能说得通了。 年迈的汉武帝听到风声, 太子和他的生母为皇后在诅咒他, 所以, 一气之下杀了母子俩。 后来, 汉武帝想通了, 十分懊悔, 于是把当初与太子为敌的那群反对派官僚给灭族了。 很多对巫谷之祸的学术研究, 都得出类似的结论。 不过, 问题到这一步还不明朗。 汉武帝为汉帝国掌舵五十多年, 他应该很清楚, 太子就是国本, 尤其是在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 太子关乎王朝稳定。 证据不足, 就杀死太子, 过于草率了。 是不是因为, 武帝喜欢小儿子, 想要他继位, 所以干脆杀了太子, 给小儿子铺路呢? 如果这样的话, 汉武帝就没必要多此一举, 把反对太子的人杀掉。 那是不是汉武帝想要借这个机会, 让上层来一次大换血, 所以反复把巫谷当幌子, 大开杀戒? 话又说回来了, 上层官僚不止意味着分享了皇帝更多的权力, 也意味着他们的经验更丰富。 把他们都杀光, 再把未成年的太子托付给没什么政治经验的霍光, 汉武帝应该不会走出这么臭的棋。 到这个时候, 巫谷之祸这件事情或许只有一个解释。 很可能, 这场持续五年的血雨腥风本来就没什么幕后主谋。 汉武帝年老多病, 非常敏感, 因此误杀了太子。 这时, 汉武帝将错就错, 顺势清理了盘踞在上层的权贵势力。 原本, 各派势力都打算把搜捕巫谷看作一出大戏, 所以, 煽风点火, 想趁乱谋求利益。 没想到, 巫谷之祸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没人能拦得住。 最后, 权贵势力被连根拔起。 对汉武帝个人来说, 他不仅失去了太子, 也失去了一大批有经验的官僚, 弥留之际, 只能矮得里面拔高的, 把小皇帝托付给并不突出, 但还算可靠的霍光。 最终, 霍光成了信运, 获得了至高权力。 第二部分, 解开巫谷之祸的谜, 我们来看第二谜, 为什么巫谷之祸后, 是儒生这个群体填补了空缺? 提到儒生, 我们会联想到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在战国时期是显学, 除了孔子以外, 孔门弟子众多, 影响力很大。 而且, 儒家重视德性教化, 礼仪秩序, 很对统治者胃口。 巫谷之祸后, 儒生替补上来好像很正常, 但事实并不是想的那样。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 坑儒坑杀的倒不是儒生, 而是窜多秦始皇寻访长生不老药的方式。 不过, 焚毁的书包含了各个类别, 儒家的书也在里面。 书籍是学术思想的载体, 尤其是在古代, 复杂的知识只能靠书籍传播。 所以, 焚书事件对儒家学派造成沉重打击。 到汉朝, 儒生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 其实, 儒生在汉朝初年没被重视, 更多的还是儒学自身的原因。 儒学最底层的内容是传统周理, 包括周代的礼乐制度, 道德标准, 政治规范。 这个特点带来的好处是, 能借助传统约束当下, 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 但坏处也很明显, 恪守传统就很难兼顾新形势, 新需求, 因此变得不合时宜。 司马迁在《史记》, 高祖本记里讲了这样一件事。 在刘邦早年创业时期, 有个人戴着儒生的帽子来拜访他。 结果, 刘邦却把人家的帽子摘下来, 往里面撒尿。 为什么刘邦这么不尊重儒生呢? 刘邦和他的创业团队出身草根, 需要的是能力干见影的东西。 而儒生向他推销的是几百年前周代贵族的礼仪制度, 这当然没法提起刘邦的兴趣。 即使在西汉建立后, 汉朝初年的政治思想也主要是黄老之术。 不过, 儒家那套东西倒也不是一无是处, 主要出现在社会基层, 比如主持婚丧嫁娶的仪式, 教学生读书认字等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汉朝初年的统治阶层, 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 一部分是军功贵族的后代, 还有一部分是地方豪族的代表。 出身低微的儒生, 在统治阶层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处。 既然这样, 为什么后来儒生群体会迅速崛起呢? 这是因为, 巫谷之祸恰好给儒生创造了一个展示特长的空间。 前面提到, 巫谷之祸是一场失控的政治斗争, 上层贵族几乎被清除干净了, 原本没机会接触最高权力的霍光, 脱颖而出, 成为辅政大臣。 这时, 免不了有人说闲话。 霍光除了武力打压反对派, 也得想办法拉拢一些人, 为自己站队。 拉拢谁呢? 这就是儒生。 儒生能帮霍光塑造慧眼识人, 求贤若渴的良好形象。 儒生提倡道德, 礼仪, 知识, 传统, 会给人一种学识渊博, 德性出众, 尊重传统的感觉。 所以, 霍光很喜欢把年过花甲的老儒生, 请到朝中当官, 来帮他粉饰门面。 比如, 他临选了两位儒生出任高官, 一位叫蔡易, 一位叫维贤。 蔡易七十多岁的时候, 被任命为少府, 负责管理皇帝的私人金库。 到八十多岁的时候, 他又被任命为相。 同样, 蔡易也是在快七十岁的时候, 被任命为大红卢, 负责外交事务。 霍光拉拢儒生, 可不只是为了装点门面, 儒生能帮上更大的忙。 这就是引经据典, 制造舆论, 论证霍光辅政的合理性。 很多史书记载霍光辅政这段历史, 都会讲到一件事。 话说, 当初汉武帝的太子刘具死后, 汉武帝把小儿子刘芙玲立为太子。 太子年少怎么办呢? 汉武帝思前想后, 打算让霍光辅佐。 为了表达对霍光的尊重、 敬仰, 还有临终托姑般的诚意, 汉武帝让宫中画师画了一幅周公赋成王朝诸侯图, 暗示霍光做好辅政的准备。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感人, 但很多史学家考证后都得出相近的结论, 这个故事是儒生帮霍光制造舆论的素材。 这个举动其实开启了一个惯用套路, 后世哪位全臣想要趁着皇帝年少干政, 他就需要自比周公。 远的不说, 霍光过世几十年后, 全臣王莽就照猫画虎, 干过类似的事情。 我们接着说霍光, 儒生通过帮霍光制造舆论, 迅速崛起。 但霍光毕竟是个全臣, 古代全臣的下场都不太好。 你可能听过明代张居正去世后被抄家的事情。 其实, 要说全臣死后被清算, 霍光是有确切史料证明的第一位。 霍光过世后, 葬礼无比隆重, 汉宣帝和太后一同道场至丧。 但没过两年, 霍家就被灭族了。 儒生当初是站在霍光这边的, 现在连霍光的族人都被灭了, 汉宣帝还会让儒生保持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其实, 让儒生站稳脚跟的正是下令族灭祸家的汉宣帝。 汉宣帝的身份有点特殊, 他的祖父正是在巫蛊之祸中死去的太子刘聚。 汉宣帝从小生活在宫外, 当了皇帝以后, 他的血统和继位合法性备受质疑。 这时, 儒生再次获得机会施展特长。 他们说, 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祥瑞, 比如在皇家园林上林院, 一棵已经枯死倒下的大柳树, 竟然奇迹搬地立起来, 虫获生机。 长出的树叶, 被虫子咬一个图案, 图案好像是五个字, 公孙并以立。 汉宣帝是曾经的太子刘聚的孙子, 而且, 汉宣帝的名字恰好是刘并以。 这不表明, 上天在告知天下, 汉宣帝就应该继承皇位吗? 你能想到, 这类事情八成是假的。 但在当时, 确实帮了汉宣帝不少忙。 所以, 汉宣帝提拔了很多儒生, 担任各类高级官员, 甚至, 太子太父这个职务, 有一半以上都是儒生。 太子太父, 就是太子的老师们, 汉宣帝让一帮儒生教导未来的皇帝, 可见汉宣帝对儒生有多么认可。 不过, 儒生的能力, 好像体现在为政权不稳固的君臣提供舆论支持。 当政权稳定的时候, 儒生还有什么用武之地吗? 儒生能在巫谷之祸后长期影响古代中国, 甚至建立起一个作者所说的儒生帝国。 这么大的成就, 跟儒生的一些重要特征分不开。 首先, 儒生非常强调师臣关系。 比如后人推测, 从孔子到孟子的传承脉络是, 孔子传曾子, 曾子传子思, 子思传孟子。 历史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 还有待考证? 但有一点是可考的, 至少从西汉开始, 儒生就在强调师臣关系。 而汉代选拔官员, 有个重要的措施叫查举制。 地方政府和一些中央高级官员, 可以选拔他们认为品德优良, 能力出众的人, 担任低级官职。 这就给重视师臣脉络的儒生提供了机会。 巫谷之祸以后, 上层官员位置空缺, 一些儒生被提拔到高位。 很快, 他们就开始拉拉扯扯, 把自己的门声都举荐上来。 官员之间不仅是上下级关系, 还可能是师生关系。 这样, 官僚系统内就逐渐出现一个庞大的儒生人才梯队。 但只是拉帮结派, 并不能长久。 儒生不仅渗透了官僚系统, 而且做了件影响更甚远的事情, 这就是掌控汉代的知识系统。 汉代儒生推崇学习五经, 也就是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 后来,儒生推动官方把五经纳入官学, 官方设立了一种叫五经博士的学官。 五经学得好的人将来可以当官。 经学博士是汉武帝设置的, 最初只有几十人, 到霍光辅正的时候, 人数迅速破百, 然后一路翻番, 到汉代末年, 五经博士和弟子的人数 竟然多达三万。 正是从污谷之祸之后, 儒学一步步成长为 中国古代的官方正统学说。 说到这儿, 儒生好像是一群 特别擅长把握政治机遇的人, 那他们有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吗? 前面提到, 儒生擅长引用典籍, 为统治者造势。 这件事可不是谁都能干的。 要想搞好舆论造势, 不仅要掌握扎实的知识, 而且要活学活用, 话讲出来的令人信服, 是做出来要滴水不漏。 只有这样, 才能帮统治者妥善应对政治危机。 其实, 很多儒生, 最初都是汉帝国的基层官吏, 长期做一些琐碎, 具体的事情。 儒生熟悉礼仪, 农村的婚丧嫁娶总是离步了他们。 儒生会读书写字, 他们就能在地方政府干点文书工作, 或者当老师教学生识字。 儒生熟悉国家法律制度, 遇上各类纠纷, 调节起来总是有理有据。 你看, 汉代的儒生其实在巫谷之祸以前, 就已经遍布汉帝国的基层社会。 他们只等待一个像巫谷之祸那样的时机, 实现政治暴富。 第三部分, 解开儒生帝国建立之谜, 最后, 还剩一个谜团。 后人误以为, 汉武帝重视儒学, 这件事要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中有一篇文章叫《儒林列传》。 这篇文章讲的是西汉前期多位儒学大师的故事, 展现了西汉初年儒学兴盛的局面。 但我们已经知道, 西汉巫谷之祸以前, 儒生并没有被重用。 换句话说, 司马迁没有给我们讲事实。 司马迁为什么要讲一个假的故事呢? 我们先来看, 《儒林列传》到底讲了什么? 主要是两个内容, 首先, 这篇文章里清了儒家发展的脉络, 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汉代初年, 生生不息。 其次, 这篇文章强调了孔子之教是大智慧, 汉朝是个尊重儒学的美好时代。 人们把儒家经典学好了, 就可以当官。 但事实上, 孔子和汉代的儒生三百年来一脉相承, 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学好儒学就能当官, 这在汉初还没有实现。 本书作者蔡亮仔细统计了汉武帝时期的官员信息, 在77位地位显赫的高官中, 只有6位儒生, 占总人数的7.8%。 而这6位儒生里, 只有公孙宏一个人是通过举荐贤凉的方式, 获得高层职位的。 这跟司马迁在《如临列传》里描绘的场景, 显然不一样。 对于这个现象, 本书作者蔡亮给出一个有意思的解释, 司马迁其实在《如临列传》里, 创造出一个理想世界。 这个世界的情况, 跟司马迁所处的现实世界相反。 在现实中, 军工贵族和他们的后代把握着最高权力。 而司马迁在《如临列传》中通过裁剪史料, 拼接出一个理想的世界。 在这里, 财富地位、 军工以及人脉全部失去意义, 一个人的未来是由他掌握的知识决定的。 司马迁为什么要在《如临列传》中描绘一个 与现实恰好相反的理想社会呢? 司马迁的父亲就是史官, 史官虽然卑微, 但他们是统治阶层近距离的观察者。 所以, 司马迁从小目睹了很多残酷的现实, 官员要想升上高位, 就得靠家族财富, 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 司马迁曾经吐槽自己, 既不能被航武, 功成野战, 有斩将千旗之功, 同时也不能累日积劳, 取尊官厚禄, 以为宗族交由光宠, 满满的失落和无奈。 于是, 司马迁只能通过文字委婉地批评他所生活的时代。 他是怎么写的呢? 司马迁在史记里分别为 《十六位汉武帝时代》的重臣作传。 与这些独立人物传记并列的, 还有库利列传以及前面提到的 《如临列传》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画的是人物群像。 司马迁暗自做了一件事, 他把这些官员分成了三个群体, 分别是 权贵的后代, 底层崛起的政坛新贵, 以及凭借学识当官的儒生。 写权贵后代的时候, 司马迁会在文中反复强调, 这些人是因为家族的声望而获得官位, 他们轻而易举, 就能获得重要官职。 写底层崛起的新贵的时候, 司马迁会直白抨击汉代卖官欲绝的丑恶现象。 那司马迁心中理想的选官模式是什么呢? 他在《如临列传》里, 剪裁拼接出一个理想世界。 在这个世界, 只有接受过五经教育的儒生官员, 才能成为国家官员的后辈人选。 看起来, 司马迁是在妄媒止渴, 通过文字抚慰心灵。 其实, 这件事情意义深远, 他在之后的几百年里, 变成儒生帝国兴起的重要推力。 西汉初年, 儒生人数稀少, 组织松散, 影响力有限。 而司马迁的《如临列传》 给儒生们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 远望蓝图, 分散在帝国底层各个角落的儒生, 更加重视五经学习, 重视相互推举, 逐渐团结起来, 希望能奔向那个美好世界。 司马迁的事业, 后人仍在继续。 一百多年后, 东汉史学家班固编转了汉书, 继续描绘那幅蓝图。 汉书中有一篇《如临传》, 在这篇文章里, 儒生之间的传承关系更加明确了。 汉书中还有一篇《易文志》,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目录学文献, 班固把以前的书目都梳理了一遍。 原本很多儒家经典已经流失, 同一本经典有多个版本存世, 非常混乱。 而班固却在汉书《易文志》里, 为儒家经典里出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 这进一步团结了儒生, 强化了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 本书作者对西汉时期的官员的失承关系情况做了统计。 在汉武帝以前的一百多年里, 有失承关系的高级官员只有两位。 而汉昭帝到王莽统治结束, 这一百多年间的97位高官中, 有33人是儒生, 其中还有11对失承官员。 举个例子, 公元前72年, 一位叫后仓的儒生魏列九卿。 后仓是研究诗经、孝经的大家。 他有位门徒叫肖旺, 也是诗经方面的专家, 7年后也魏列九卿。 肖旺你可能不熟悉, 但后仓的另一位学生很有名, 这就是凿臂偷光的匡衡。 匡衡在诗经方面成就很高, 他当过汉朝的丞相。 这个诗诚还没完, 匡衡有位弟子是诗丹, 担任过大司马等高官。 回到这部分的主角司马迁, 他被称为中国史学之父。 这不仅是因为他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查明诸多历史的原委, 更是因为他开创了一个传统, 把历史叙述照进现实, 为儒生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推动了儒生阶层的形成和崛起, 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到这儿, 这本书中的三个谜团就为你全部解开了。 你是否发现, 这三个谜团背后的内容, 正是儒生群体崛起, 儒生帝国建立的三个原因。 西汉初年, 儒生数量稀少, 零散分布在帝国基层的角落。 巫谷之祸爆发, 为儒生群体崛起提供了关键的历史契机。 这是外因, 但只有机遇, 没有准备是不够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 儒生们自身的修养和准备是走向崛起的前提。 这是内因。 而司马迁以及班固, 为儒生提供了重要的精神纲领, 赋予他们想象的共同体, 使他们能够以团体为单位, 有组织的协同崛起, 逐渐成为新的精英阶层。 此后, 儒学知识和儒家理念, 开始在未来的几百年里, 逐步改变了朝廷话语和帝国国策。 儒生帝国最终形成。